同桌一百,同桌一百,祝你考试一百,满意一百 同学们好,我是今天的主讲张老师 这一节课我们来学习不编教材二年级下策的背的故事 好,上课,起立 老师好 同学们好,请坐 跟老师一起读课题三倍的故事 三倍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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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发现这个题目跟我们以往学的课题不太一样 多了什么 张笑语你来说 多了上一号和下一号 哦,把被子引了起来,对不对 哎,好,那我们就是学习有关被这个字的故事 好,在学被的故事之前 我们再大致了解一下苍结造字的故事 在很早很早以前 皇帝时期 有一个叫苍结的人 他一开始啊,用绳子打结来记事 记得多了,很多事情想不起来 后来他发现可以用画画的形式 就是说,把简单的物体画下来 刻在龟壳上 或者是动物的骨头上 近段时期呢 从河南安阳发现了这种文字 把它们称之为甲骨文 这就是苍结造字的故事 我们来看,甲骨文 日这个字是一个圈 一个点 圆圆的,是不是像太阳 据说呀,太阳上有黑点 所以说一个圈加一个点 就指的是什么呀 日,太阳 看雨,这是甲骨文 像不像天下雨的那种形状 水就是水流的外形 这样的字 我们把它叫做 也可以把它们叫做 象形字 说象形字 象形字 看 这些龟壳 仔细看 龟壳上有很多的文字 现在发现的甲骨文啊 有上千种 现代人我们知道这个甲骨文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表达的是什么字 已经了解了一部分 还有一部分 没有了解 看,这些都是甲骨文 下面写的是字 其中 有一个字 这个字是 背 我们来看 背这个字 这是背壳 这个是甲骨文 这个是甲骨文 你发现 这个甲骨文的背 像什么 是七圣 像蝴蝶 是蝴蝶吗 像什么呀 你来说 像背壳张开的样子 像背壳张开的样子 就是正好两个背壳 是两边是一模一样的 好 接下来这个甲骨文 有不断的变化 最后变变 这个是 隶书 最后变成了 现代的简体字 背 这一节课 我们就学习 有关背的故事 听老师 把课文读一遍 把你的书打开 认真听 特别是不认识的字 自己用心去记 三 背的故事 一些生活在水里的动物 用背壳保护自己的身体 甲骨文中的背子 画的就是贝类的两扇壳 张开的样子 古时候 人们觉得背壳很漂亮 很珍贵 喜欢把它们当作 饰品 带在身上 而且 背壳可以随身携带 不容易损坏 于是 古人还把背壳 当作钱币 所以 用背 做偏旁的字 大多余 与钱财有关 比如 赚 赔 购 购 贫 货 好 自己把书读一读 注意要求 一读准字音 读通句子 二 不认识的字 问一下同桌 读不好的句子 多读 几点 好 开始吧 这 三位 贝格 俗 是 天生 人 生活在水里的动物 用贝格 好 自己的身体 人物 的贝格 贝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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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开掉 两个人 人们说 贝格 很漂亮 人为 喜欢 和 当作是 别的 人在 上 好听 我们读完课文之后 我想问同学们 还是刚才那一个问题 甲骨文中的被子 像什么 课文的哪一句话 写出来了 胡伯仙你来说 甲骨文中的被子 画的就是 被类的 两扇被合张开的样子 好 就是这样一句话 后面这句话 比较长 我们读的时候把它断开 就不容易读错了 你试着 在哪个地方断开 试着再读一读 自己读读试试 甲骨文中的被子 画的就是 被类的两扇和被张开的样子 好 董贝西你来试试 甲骨文中的被子 画的就是被类的两扇和张开的样子 对 把两扇和后边稍加平顿 读的时候就比较顺口了 对不对 请坐 我们一起读一下 甲骨文中的被子 读 甲骨文中的被子 画的就是被类的两扇和张开的样子 真好 那古人把被壳做什么用呢 哪一段写出来了 你来说 第二章段写了出来 写出来了 好 请坐 那你能不能找出来 古人把被壳怎么用 你来说 古时候人们觉得被壳很漂亮 挺珍贵 你喜欢把他们当作饰品 带在身上 而且被壳可以随身携带 不容易损坏 于是古人把被壳当作钱币 哦 你找得很 很全面 是两种用途 一是把它当成 什么呀 饰品 第二种是把它当成 钱币 第一句话 写的是 古人把被壳当作 饰品 好 我们一起读一下 古时候 人们觉得被壳 很漂亮 很珍贵 喜欢把它当作饰品 带在身上 那为什么把它当作饰品 带在身上呢 是来变个说法 说一说 因为什么 所以什么 孟元 费壳很漂亮 很珍贵 所以把它 所以把它当作饰品 带在身上 说的真好 请坐 那什么是饰品呢 谁来说说 你说 就是脖子上的项链 或者手上的那种 小手环 还有头上的链 哦 很好 这就是 你看 饰品 手腕上的手链 还有它手里拿的项链 这是什么呀 耳环 你看看 古人把贝壳 带在头上 是不是也是很漂亮 这饰品都是为了装饰自己来用的 所以把它叫做什么呀 饰品 说 饰品 饰品 这里面呢 还有一个字 漂亮 是个多音字 它可以读成 飘 飘浮于飘 在本文读 漂亮 漂亮 再读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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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同学们读得很准确 那为什么古人把贝壳当作钱币呢 谁来说说 董佩奇 因为贝壳可以随身携带 而且不容易损坏 所以本古人把贝壳当作钱币 很好 请坐 你回答的这么完整 肯定把这句话读得也非常好 我们一起读一下 而且贝壳可以随身携带 读 而且贝壳可以随身携带 不容易损坏 于是 古人 还把贝壳当作钱币 那我们现在的钱币都是什么呀 有纸质的 有什么呀 还有硬币 叫钢币 也叫硬币 现在也不怎么用铜币了 一般就是其他的金属混合制成的硬币 那以前那古人的钱币就是什么呀 贝壳 所以说现在用贝做偏旁的字 大多与什么有关呢 钱财有关 因为我们的汉字呀是古人创造的 所以想赚钱的赚 赔本的赔 是不是跟钱有关系 还有抢购 购货 购物 他是他家里边非常贫穷 没有了钱 另外还有买货物的货 都有什么呀 都有哪个偏旁 贝 有的是贝子旁 有的是贝子底 好 我们读一下 转 赔 赔 购 购 购 贫 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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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把最后一句读一遍 所以用贝做偏旁的字 大多与钱财有关 读 所以用费做偏旁的字 大多与钱财有关 例如赚 赚 赔 购 购 贴 贴 货 我现在提到一个问题 为什么大多与钱财有关的字 都用费财 都用贝 贼 做偏旁 张笑语 因为古人把他们当做 把什么 把贝壳当做钱币 所以现在 有关钱的财用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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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钱财的字 都有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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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字读 财 大声 赚 赔 他俩是一对 反义词 够 那你能不能给他组组词 第一个字 你说 购物 赚钱 赔钱 赚钱赔钱都行 还有吗 你来说 赔本 对 看一下 最后一个字是读什么呀 贫 贫的反义词是什么 你说 是吗 富有的富 对 贫的反义词是富 我们来看一下 老师的主词 赚 赚钱 赔钱 赚吆喝 会懂吗 读 赚钱 赔钱 赚 赚 咬吆喝 下面 赔钱 赔本 下面一个词 购物 抢购 订购 最后一个字 贫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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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对 反义词 看有关背的字很多很多 你哪些认识 专找你认识的字 有的同学说 那看的有的字 跟这个钱财没有多大关系啊 但是你仔细想一想 你可以查查字典 你总能把这些字 跟钱笔联系在一起的 董梅琪你说你认识哪个字 我认识第一排的一二三 第二个字读什么 祝 祝贺的祝 祝贺的贺 对 这个是 正负的负 第二排 第二排 一二三 你读 赞 赞口的赞 贵 赞羊的赞 撑赞的赞 贵 高贵的贵 责 贵责的责 贡 贡献的贡 贡 责责任的责 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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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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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的贪 身子坐直 有些字你可能不认识 怎么办 我们现在不讲也不说 不认识的字我们怎么办 随便说 一起说 查字典 查字典 找一找 这个字怎么跟前参有关系呢 它为什么也是被子跑呢 你会自己找出来的答案 你会感觉印象很深刻 也很有趣 好 下面我们再看看课文 你快速的默读一遍课文 读的时候 终于用心记住他 看看谁能讲讲这个故事 快去自己默读一下 好 我摘录了一些字和词 你能不能根据这些词语 把故事内容讲一讲 可以自己试一下 可以自己试一下 好 停 学来试试 不用跟课本上的内容一字不错 我来试试 我们一起试一下 一些生活在水里的动物 通常用 贝壳保护自己 甲骨纹的 甲骨纹中的贝 就是指 用 两扇贝壳张开的意思 甲骨纹中的被子 两个贝壳长张开的样子 可以这样说 接着往下说 古时候的人觉得 贝壳很漂亮 很珍贵 于是 他们把贝壳当作尸体 带在身上 还因为 因为贝壳容易随身携带 古人就把贝壳当成了钱币使用 所以很多汉字都跟钱财有关 这个地方有点错了 很多跟钱财有关的字 都有 都用 贝字 做偏旁 再说一遍 很多于 很多关于钱财的字 都用贝做偏旁 比如 如 赚 赔 购 货 贫 货 好 把这个故事啊 试着回到家 讲给爸爸妈妈听 好请坐 反复多读几遍 你肯定能讲得很好 下面来看 这样一幅图画 图中的这位女士在干什么 你来说 什么呢 这位女士正在照镜子 看这个字 镜这个字 什么偏旁 金字旁 那镜子 我们现在的镜子都是用玻璃做成的 对吧 后面渡一层水 或者是其他的制作的方法 那他怎么用金字旁呢 你知道吗 这里也有一个故事 看下面这个图 这是古时候的 铜镜 古时候 没有玻璃做成的镜子 也没有这么清晰 只是做一个铜片 把它磨得很光 然后能照出人的影子 叫铜镜 所以 那这个镜这个字 它造字的时候 就把它当成 做成什么呀 金字旁的字 那我来问你 金字旁的字 一般跟什么有关系 你再说 懂得行 跟铁 或者金属类的东西 跟金属类的有关系的字 一般都用 金字旁 请坐 这是有关镜子的故事 你也可以编一编 说一说 再看 这是什么 项链 手环 我们把它可以称为 猪宝 猪宝 看这个猪 它是 王子旁 古人造字的时候啊 跟猪宝 有关系的 像这个玉石一类的 其实 王子旁 它是指的是玉石 玉石很珍贵 很稀有 它很漂亮 很贵重的东西 很珍贵的东西 那 这样表示很珍贵的 跟玉石有关系的 这些字 我们都 都有什么呀 王子旁 王子旁的字 大多跟 它表示它很珍贵 跟玉石 有关系 比如 珍珍 珍珠 玛瑙 都有什么呀 王子旁 其实啊 古人还认为 玻璃 也非常的珍贵 所以玻璃两个字 也是什么旁啊 王子旁 但是 玻璃啊 它好像是 跟玉石 没有多大的关系一样 这是有关 王子旁的 这样的一个小故事 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下 这一刻的声字 和词语 这四个词 你自己读一下 谁认识 谁给大家读一下 你来读 种类珍贵 跟随 容易 下面四个 请坐 谁来读 孟元 损怪 钱币 刷台 甲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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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甲你能不能 说一句话 或者组个词 组个其他的词 甲 什么甲乙甲 也可以 请坐 甲乙甲乙 对 你来说 桂林山水 甲天下 就是这个 甲 请坐 最后四个词语 董妹席 鼓器 赔赚 收购 漂亮 非常准确 大声读出这个字的名称 泪 泪 珍 水 亦 水 地 财 一字一词 呼一下 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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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便 生命 谁来试试 刘依阳 泪 种类 珍珍珠 随 随身 亦 容易 损 损坏 毙 钱毙 财 钱财 全对 请坐 我们来看 这四个字 第一个字 读 第二个字 笑 第三个字 狗 狗 第四个字 贫 第一个字 你看 它们都是形象很相近 你认识方格里的那两个字吗 第一个是盐子旁 第二个是柄子旁 你可以联系生活 猜一猜 你来说 第一个字 第二个字 祖词 诊 诊锁 诶 你肯定 生命去损锁的时候 发现牌 有这么一个牌子 对不对 那第二个 病字 矿的字呢 他读诊 他也读诊 人生病 有一种病叫 诊子 就是这个字 好 请坐 再看下面 第一个 没有偏旁 谁来祖词 一起说 车票 车票 火车票 第二个 飘走 飘走 飘起来 那是跟风有关系的 在水里飘 可以用什么呀 三点水的 在风里 在空中飘 乘风而飘 是 风 嗯 风子旁 风 这个风在 右边 三点水在 左边 再看下面一个字 购 主词 购 购物 抢购 定购 贫 主词 贫穷 贫苦 贫富 我们识字的时候 可以找一些 嗯 形 形状相近的字 嗯 去偏旁 加偏旁 或者是 换偏旁 有一些 比较陌生的字呢 我们就可以给它 组组词 这都是 识字方法 认识完生字词 我们再 写一写字 看这两个字 同时上下结构 都有共同的 哪一部分 张笑语 突宝盖 突宝盖都位于什么地方啊 都在中间 正中间 而且我们写的时候 这个突宝盖要写的怎么样 嗯 你来说 很瘦 很扁 很扁 要它是最宽的地方 对吧 诶 它是宽的 最宽的 但是站的位置 还不同 写这两个字的时候 一个是注意底顺 注意它的结构的摆放的位置 还要注意 这个突宝盖 是整个字 最宽的地方 再讲 再往下看 钱 和财 是 左右 写过的字 写钱的时候 哪一笔 是最长的 你发现 你说 鞋钩 请坐 请坐 钱这个字 右半部分 你还要注意它的笔顺 横 横 斜 钩 撇 点 看 两个横 是不是 右上 倾斜 而且 比较短 横 横之后 第三笔 就是 长长的 斜 钩 撇 点 一定要注意它的笔顺 看财这个字 被 那 变成了点 它要跟撇上位 但是撇 也不太长 也就 就此为止 注意它的穿插和避让 这四个字 看似简单 想写漂亮 不容易 背这个字 我们要写的怎么样 那你说 有胖的 有瘦的 它是要写的怎么样啊 说 瘦 瘦瘦的 是吧 它要写的瘦瘦的 而钾呢 上边 宽宽的 大大的 竖 又长 又直 而且要写在什么位置 什么位置 竖中线 竖中线上 再看第三个字 其实这个字啊 特别难写 它一共是三笔写成 第一笔 横 比较短 第二笔是 竖折 折 勾 竖折 折 勾 写的时候 这个竖的部分 横的部分 也不能是太直 但要稍微有一点 秋斜度 看上面的 竖的部分 向左稍微斜 折 横的这个部分 右上去的鞋 再往下 折 要有一定的弧度 竖折 折勾 写好看了 这个字 才能更好看 最后一笔是 稍微长一点的 横 它的横 跟第二笔 还 连在一起了吗 连在一起了吗 没有 好 好 关这个字 是天上面加了 点 点 也可以说是 点 短撇 也重要注意 它的笔画的 长短变化 好 我最后还是提醒大家一句 写字的时候 我们一看结构 二看 站位 三看 笔画 好 最后 我们来 用一首 小儿歌 结束这一节课 小贝壳 小贝壳 在阳光下闪烁 像宝石 像玛瑙 它是海里的花朵 自己读一读 小贝壳 有关贝的故事 希望同学们回到家里 一定要讲给爸爸妈妈听 这一节课 我们就学到这里 下课 起立 老师再见 同学们再见